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那么一直以来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老是停电 那么台湾这个停电呢 老兵已经说过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解放军搞的事情 那有的网友说 你这无凭无据的 是不是在这里胡说八道 那老兵都说过 老兵的新闻 老兵的评论 是今年期推敲的 事后一个个都是在证实 那么台湾停电这个事情 能不能证实 也能证实 蔡英文就给我证实了 令国安局查大停电后 蔡英文亲自督军反特工演习 你说这个停电 怎么会上升到 他们台湾这个国安局上呢 对吧 而且他自己亲自督军反特工演习 怎么一回事 今年三月三日 所谓总统 所谓蔡英文 在所谓总统府 准备接近最挺台的 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时 发生大停电 接着又发生 桃园机场 因工人偷电 去跳电 桃园台南新竹 及云林等仓储或加工厂 然后是陆续大火 其中不乏涉及关键基础设施 蔡英文因此曾下令国安局出动调查 蔡英文对此重视非一般 23日举行的110年 桃园市全民防卫动员 及灾害防救 明安8号演习 首度由国防部加入战时情况下的灾害抢救作业 其中还包含关键基础设施反敌特工破坏演练 蔡英文亲自出席都军此演习 蔡英文表示 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 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不论是军事威胁或是土石流 地震及疾病等挑战 都是要谨慎防范的重要议题 而守护国家人民安全 除了军警校等政府机构同仁坚守岗位 全国全体国人也必须具备灾防意识 全力配合 这是举办防救灾演习的重要原因 蔡英文演习首度由国防部 研议加入战时灾害抢救作业作为 蔡英文指出 这次演习中首度由国防部研究 加入战时情况下的灾害抢救作业 并且由桃园市政府主导 将跨区救灾能量整合及民防团体运用 等防灾害体纳入演练 蔡英文认为 最重要的是要强化中央道地方的统筹能力 以及全民防卫的动员量能 确保各级政府 无论是在战时或灾时都能发挥功能 维持社会民主的正常运作 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蔡英文提及 演习中看到 关键基础设施反敌特攻破坏演练 及毒化灾 抢救演练 等情况处置 大家的反应都非常迅速 值得肯定 相信只要持续强化演练 将防灾意识落实在日常当中 一定能让台湾在面对各项挑战时 更具有任性和应变能力 也更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么大家要看到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蔡婆亲自指挥 亲自督政 所谓的这个反特攻的演习 因为我说过了 这个是玄学吗 这个是神秘力量吗 当然不是了 你蓬佩奥来了 你这里停电了 你这个人来了 那里又停电了 你想干净什么事 这里又断电了 每一次 只要美国的议员 或者说其他地方的 这些人员来串访台湾 都会发生坠机 所以这些事情 大家要知道 老兵是全网第一个 给大家提出这种概念的 你现在想想 这些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电子战 网络战 太空战 台湾 已经 就是像解放军 我讲的 三只手指头 捏着是天罗 捏着它死死的 动弹不得 那现在蔡婆她很清楚 这个停电 就是敌特所为 那么为什么要让台湾 所谓国防部也加入呢 官局 对吧 在陈明通的领导下 去调查 是不是有什么特工 有什么第五纵队 在这里搞破坏 那么会不会有些人呢 比如说我是一线的 这个电力员工 被中共给收买了 故意在这里 以失误为由 搞一下破坏 因为功能嘛 以失误为由 你又不可能说 让他去赔钱 对吧 你就像一个公司 你发生火灾 你因为功能操作 不当失火 你让功能去赔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停电也是 如果说他操作不当 停电了 对吧 你当然是领导 都有责任 所以说 他们就要去查 这个是不是有敌特 有没有这个敌特 混在这个交通控制部门里面 这个信号灯会不会被控制 会不会有这个敌特 在发电厂里面搞破坏 这个是他们这个国安的职责所在 要去调查清楚 这些人跟中共是什么关系 中共有没有跟这些人接触过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所谓除奸行动 蔡英文一手抓 非常高度重视这件事情 那么国防部以来演练 国防部来演练 那就是另外一个种说法 什么说法 那就是怎么样防解放军的网络司令部 对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发生 发动这个进攻 当然这个进攻有两种 硬杀伤跟软杀伤 硬杀伤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很明显嘛 圆火洗地 东风快递 这些东西过来以后 还有这些解放军 其他的一些战舰 军舰 飞机 轰炸下的这些导弹 那么这个打完以后 你是不是要抢救 这是一方面 这是硬杀伤 那还有这个软杀伤 软杀伤就是我说的 我通过我的网络控制 我搞你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是可以 没问题的 俄罗斯 我昨天讲过 对吧 俄罗斯就是大规模进攻 爱沙尼亚 让爱沙尼亚这个国家 陷入到瘫痪 为此才成立了 北约的网络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 就安宁扎在在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这个地方离 俄罗斯圣别的宝 很近很近的 那几百公里都不到 更近处甚至是 大概两三百公里吧 对吧 那韩国也是 韩国他也加入了 这个行为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 北约网络司令部 在攻击 西北工业大学 这就是说 网络作战 它不是一种概念 不是一种 像有些汽车公司 出产的一些概念车 先给你看看概念 对吧 这个不是概念 这也不是超股票的概念国 而是实打实地 已经落实到实处 它就是 一城 就是一个部队 就是一个实战化 那么 美国当时 对中国战略的沙皇 亚太沙皇 称之为坎贝尔 坎贝尔当时 还有他旗下的 美国国防部的 中国事务的 一个小组的组长 叫拉特纳 那么他们两个 就曾经向美国国会 递交过这个草案 就是说 中国呢 不仅是不能够武统台湾 连这个 经济封锁台湾 海上封锁都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 用这个黑客 去瘫痪台湾的基础设施 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这就证明了说 原来 美国也知道 黑客 那么美国也很清楚 黑客原来是可以去 瘫痪基础设施的 美国也有实战 美国把这个 维尼瑞拉的 电厂给瘫痪了 这个它是有实战的 不是没有实战 瘫痪了 维尼瑞拉 大家都知道 一直都缺电 就是把这些木马病毒 植入到它的 这个系统当中去 就好像我们昨天说的 木马的一些邮件 你点开了 你植入进去 它就搞你了 特洛伊木马 网络特洛伊木马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 维尼瑞拉 因为缺电 而爆发大规模 反政府游行示威 那么 台湾人比较怂 他不像 维尼瑞拉 拉美人 比较 这个奔放 他们会赶去反政府 但是在这里 在台湾这边 他们不敢 长期的 威权统治下 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 蔡英文 他也搞的是威权 但是他说 中共搞的是威权 所以这就比较扯淡了 所以说你看 这个蔡英文 亲自督政这些事情 你可想而知 他心里有多清楚这些事情 有多清楚解放军 对他的这个攻击 可能他一开始自己都不知道 但后来想想不对 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对吧 国际环境形势变化 第二年三发生这个事情 不重视不行 那么当然了 台湾的电力系统 本身就是很烂 那么借此 再往中共头上扣这个帽子 对吧 当然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他就说明 他说有人在搞破坏 那么他又可以洗脏自己 执政不利的 这么一个嫌疑 所以说 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这个战争形态 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 热战 而是软杀伤 看不见的这个战场 隐形的较量 所以说 因为我们对台湾 发动这样的网络攻击 黑客攻击 对吧 当然这个官方肯定是不会去说的 因为这属于是最绝密的事情 包括日本 也是我们经常搞它的 所以说为此 美国跟北约就认为 我们军事上去介入武统台湾 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实力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他们的思路很清楚 就是用网络战来给你打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那韩国加入了北约网络司令部 你 这个韩国这边围端口 来打这个网络战 包括来帮助台湾来拦截 解放军的这个网工 所以这就是事情的这个 作用 感谢各位所谓的收看 我是老编的 喜欢简单的订阅 谢谢 谢谢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理 edly模仿 我们关纷 还gie 酱